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教室 今天我们继续研究经典死活发扬论 我们一块来看棋盘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梯 现在轮黑棋走 看黑棋能不能做活 那白棋在外边是很厚的 来看现在黑棋该怎么下 接很容易看着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部棋的棋感不是很好 接因为你接的话 这个棋也是 你接它一定是立 下部要拐过 下部要拐过 白棋呢不是挡 就是尖 要阻断 我们先看如果挡 黑棋又不飞 不大飞 这个棋活不了 黑棋呢不行 很简单 因为你只有靠 它就冲 冲它提了 这边没用 铺着也没用 你打它就接 打就接 全连回去了 下部呢这儿要打 你必须补 你无论是补的这儿 还是补的这儿 还是补到这儿 那都是死期 全部是死期 补的这儿还不好 是后手死 你补的这儿 它一弯 这都是死期 所以这样呢 明显的这样不行 如果肩在这儿 它也这样走 这样的稍微好一点点 但也是死的 因为它还是这样大飞 只有接 还是只有接 你接住呢 它打 那要想走 必须扩大眼位 那就立下去 只能是扩大眼位 你走什么 对它一般不行 扩大眼位 而这时候呢 白棋要注意 只要不要挤这个就行了 挤这个给它一接 这样呢 成双活了 这样成双活 所以呢 这束白棋呢 不要挤错了 要挤这边 它肯定得接 因为不管它走什么 那里一段 它肯定是死了 因为它还得 这步迟早要接 这是个弯三 所以这是死的 所以挤这个呢 是先手 让它接住 那它这一接 下步呢 必须走 必须挡 不然呢 不要走到外头去 你走到外头 它一拐 这个是双活 两边呢 白棋都不能下 下下去呢 都是弯四 所以白棋都不能下 但是白棋呢 可以下这一步 白棋下完这个之后呢 这里头是个刀霸物 所以跟外头呢 就没关了 这是近死 那就是说呢 黑棋接这个白棋一立 基本上就没有变化 很简单 这样刚才摆了 这样无论是挡住 还是小尖 那它都一大飞 一大飞之棋就死了 所以 其实就是不能接 不能接 那这棋 就是斑 因为你走什么 给它一立 还是有个大飞 所以这棋 斑 这也是一般的 做活的要点 斑 斑完之后呢 白棋呢 要跟 有几种下方 一个是桃 这个一个是尖 看来是这两步 我们先来看尖 尖的话呢 黑棋如果吃这个 那边眼味呢 还是多少有些问题 白棋主要注意的 不要大飞 因为它这儿有个子 如果从死活的角度说来 这个子没有的时候 大飞好 因为它尖住呢 顶 尖住是后手 或者尖呢 你有退 它顶住是后手 所以这种情况 大飞是可以的 当这儿有子的时候 一般不大飞 因为你大飞的时候 它有靠 你现在你打车 它打 你提了 它就有小尖 这样呢 它尖也是先手 打也是先手 因为下步呢 它要打 是个接不归 白棋只有往回走 往回走 它这时候在打吃 还是得接 那白棋小尖 黑棋就活了 你做这个 不要提 团住 棺子不要锁 养成团的习惯 它搬的时候 你再提 这样呢 这块就活了 所以不要大飞 大飞不行 大飞给它一靠呢 也没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这步 这步是没有的 你这步的话 一打就行了 注意这步 主要是注意 不要退 你退这个的话呢 它这头再一吃 这会死了 因为你打这个 现在打这些先手 没用了 你打它提 你打它接 提了它一恰 你团它一跑 上边不是眼 这样这块黑棋就死了 提了没用 它一恰 是个恰眼 死了 也不能团 团了给它一爬 跑回去了 不能团 团完了白棋 也是死了 提完了它可以扑 所以白棋走这个的时候呢 当然黑棋呢 现在就得打 只能打这个 现在呢 冲就团住 这个字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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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这两个吃了 这气就活了 所以 它打吃 你就接 拽一只眼 这一只眼 所以它是活的 这个接不回去 它接你一打 它是死的 所以这个加 你就打这个 它不能加 不能加 病也没有 因为病的话 你也是顶住 逃不回去 跑不掉 所以这起大飞是不行的 大飞不好 大飞不好的话呢 经常呢 就是小飞 或者拐 现在拐呢 看上去步调太慢了 拐它挡 现在这个点就没了 你无论点这边 它一挡 渡不回去 这一扑是个接不归 渡不回去 它有个扑 往下一扑呢 这起就是接不归 所以走不过去 你如果点这边 现在呢 就不能煎了 因为现在煎 给它爬回去 再打就变后手了 现在不能煎 这样死了 因为你现在打是后手 所以呢 它拐完了 再点的时候 你就挡这边 那它现在如果靠 你就退 这个子还是逃不掉 那只要这个子逃不掉 这起就活了 这起是活起 一般打掉这个呢 结构都比较好 这其实近活 所以大飞跟拐都不大好 所以很多时候呢 要小飞 外靠 眼位呢 稍微有些问题 所以外靠 靠的话 单退 单退是好起 不要试 不要试图去打吃 因为你打吃 它一打 没起下了 只有提 提的时候 它一挤 逃不回去 就是这两个子 是逃不掉的 因为你冲这个 你只有冲这头 那头回不去 你冲这个 它打吃 你一提 它后边一吃 是个接不归 你只有提这个 你提这个 黑起打这个 那是接不归 所以靠这个的时候 白起呢 不能打这个 当然呢 不能打这个 当然也不能打这个 你打这个 它打这个是一样的 你提了它一挂 还是接不归 那长这些都不行 给它冲了扑了 打了 它再一团就近活了 所以这起的要点呢 就是退 退是好起 这样把黑起 那静活不了 必须补了 再被它打吃进来了 不能接 因为接呢 它一加 一长 都是死的 比如说长 接它斑 这是静死 不能接 退也不行 那就只有顶住 来扩大眼位 黑起打吃 白起打吃 不能搬 搬它一提 这只眼在 这只个跑不了 谁打吃 黑起不能接 黑起如果接 白起一逃 又死了 这样是静死 不能打 你打它一掐打 你提力一扑 这样是死的 所以白起打的时候 黑起呢 就只有打这个 这样在这一带呢 形成个打结活 打结活呢 不太满意 黑起 在这种情况下 下场打结活 不太满意 那么黑起走这个 白起尖的时候 黑起呢 就可以 黑起就考虑 打这个如何 因为打这个呢 它有个小飞 你如果挡住 这个旗形呢 不活 你如果挡这个 扩大眼位 它就冲 你现在打吃是先手 它就接住 这个局部呢 活不了 眼位不够大 是个刀瓣舞 不够大 你做这个 它点 这是死的 你挡这个 它爬 这是死器 你接没用 接它斑 打吃 这个不是双活 因为黑起 里接这个 里头是个直三 所以这起是死的 力不行 弯不行 当然了 接也没用 接它有弯 没用 力这个也不行 力它有加 反正你什么时候 打吃它一点 这里头是个刀瓣舞 吃了这个不是眼 团它一爬 也都不是眼 所以这个其实 近死 做不活 这样呢 黑起呢 就不能打这个 还是要确保 这只眼 这样黑起呢 就可以吃这一步 先看这一袋 白起如果逃 它就提了 那还得扑 要想吃的话 黑起呢 能跑 黑起一跑呢 白起发现呢 吃不掉 因为要想吃 就得打这个 它跑 这个必须跑 一提就是眼了 所以它必须跑 跑的话 就往外拐 这个起吃不掉 外头呢 太大了 不论是退 还是扳 这个起吃不掉了 它就打 有打 封不住 你跑得太远了 这起吃不掉 它要吃呢 就是尖 尖了就立 这还得挡 这还得挡住 挡住呢 这起呢 有冲 有挤 冲是鲜水 这有个段 只有挤 不能呛 所以这儿就有一只眼 你要是冲了 也不能挡 因为挡了呢 它待会儿呢 又有靠 这边呢 也有问题了 这边呢 白起呢 整个呢 有问题 现在呢 黑起挡 这个是先手 因为现在跟刚才不一样 这一起 是黑起的 刚才这一起是白起的 所以这个挡完之后 再一做 这个是近活 因为不像刚才呢 是这样的 恰着呢 所以现在挡是先手 挡呢 它必须点 或者靠 点这都可以 那这个样子呢 白起自己呢 本身呢 也不活了 自己本身就有问题了 黑起呢 可以跳 要想做活就是尖 那它就长 你还必须团住 让它立 看来怎么 这局部已经死了 斑也死了 因为你上边没眼 下边已经死了 更好看 黑起立呢 还是先手 这一立呢 就坐眼就活了 所以这个样子 白起呢 肯定是不行的 吃不掉 自己呢 还多少有些危险 所以放出来 是吃不掉的 那么放出来 吃不掉 就看里边怎么样 里边呢 这个子在这儿 跟这儿 那还是差很远 现在在这儿 那普通 你再小飞 那它还是靠住 你如果再退 你退这个 那它也退这个 这样就静活了 当然了 你飞这个 它小尖也活了 因为你点不进来 点进来 它一挤 反正你也接不住 你一接它一打 所以这样就活了 你只要这个不敢跑 它总是活了 这时候你飞这个 它就尖这个 那你如果点这个 刀也很凶 它不能挡 挡的话你一病 这样它是静死 因为白起呢 这两个有 这两个一病 一直连到这边来了 但是说你点这个呢 它可以靠这个 这样它活了 因为它现在呢 从这边是连不回去的 因为它打这个 现在如果吃这边 你就打也可以 打这个 只有提 没别的路 提了一靠 这两个回不去 冲 就打吃 提了只有提 提了 它也打 这是个接不归 接不上 所以这起黑棋 那是活的 当然它办法很多 它打也行 它直接吃这个 你提了它再吃 连不回去 所以它一靠 就可以了 你不能吃那个 吃这个也没用 你吃这个 它也是从后边吃 你提了它一靠 你冲它打 你提了一打 还是个接不归 所以点这个不行 点这个 它有靠 直接往回跑 没用 跑它打 你恰打 它一提 你再扑的话 它已经是一只眼了 所以点这个不行 虎这个不行 它有个虎处 它也是活的 那这两点不行 肯定就不行了 因为你走这个 它一虎 你肯定是不能长的 你一长给它一贴 就把你吃掉了 所以这样 下面那只眼 有上面这只眼 跑不掉 这样它就静活了 这黑棋是静活 有这一恰是没用的 你恰它就立 你还是不能跑 它上边的一只眼在 这个你不能跑 所以它是静活 当然了 你恰就开提了 上边那只眼 也破不掉 就说这有一个呢 都没用 你无非点这个 点这个它还是靠 一样的 你爬它就打 你要吃它就得点进来 点进来它一冲 这是个接不归 你这只眼破不掉 你打它从后边打 或者提了都活了 这样是静活 所以白棋搬的时候 那黑棋不能煎 那黑棋不能煎 煎你一打 就静活了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不能煎 不能煎呢 就靠这边 路呢 就太远了 说是这个大飞呢 不大好 它有个靠 这头呢 只能考虑小飞 那这小飞呢 再给它煎 这样看上去呢 它就太大了 现在在 你飞这边 它肯定困 这边 你得逃这个 让它打直 你接了它靠 这个眼泪呢 它是活了 你这个得退 你退的话它退 这样就活了 你打它就接 这只一只眼 这是一只眼 所以这样肯定就活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黑棋一般 白棋呢 就只有跑这个了 这个眼泪呢 不能让它撑 那黑棋打是先是 白棋接住 接下来看黑棋呢 怎么办 现在很明显的 做这个眼 是不行的 被它一打 你现在先手打 没用 这个棋是死的 做不活 做这个就一点 或者点这个 都是死的 这个局部是死棋 所以一定就把 这两个要过来 那就是糊 不要接 因为你接的话 给它一大飞 这棋死了 因为你糊 它就接 这个活不了 这边没眼 这边你靠它拐 这其实活不了的 眼尾不够 一粒它还靠 眼尾不够 所以这棋 虎 虎这个 虎这个呢 意思说 你如果再大飞 它就虎 你这样煎 回去之后 它可以坐眼 坐眼 因为这边已经没眼了 这是个恰眼 你打它接住 这只眼没有了 但是它可以 虎做出来这只眼 接下来呢 白棋一打破这只眼 但是它这俩可以不要 爬 黑棋 白棋挡住黑棋立 那在这一带呢 形成一个打二环一 这样黑棋就活了 这样黑棋是近活 虎 它如果不打 挡 那就团住 这一只眼 这一只眼 也活了 所以这样是近活 那么白棋就说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先点 下步要打吃 你如果打 这会死了 这边没眼 只要被一大飞 这边就没眼 这边只有一只眼 只要黑棋 那就死了 但是呢 你点的时候 黑棋也有妙手 你点这个 它又不跳 跳是好手 跳完的意思是 你现在不能吃这个 你吃这个 它打这个 它现在比刚才呢 多了个打吃 你现在提 提掉之后 黑棋呢 接 这样活了 这有一只眼 这只眼破不掉 这样黑棋有两只眼 不要走别处 比如走在这 你给它一打 你要接了再打 踢了一爬就死了 当然你接了白棋单班 也是死的 这样死了 但是这样呢 它就活了 这样黑棋呢 是近活 所以说白棋一点 它一跳 要是不吃呢 不吃看来是不行 你只有吃 因为你走别的 它一接 这样是近活 你冲它接住 没用 这一只眼 这个子逃不掉 它就肯定近活了 靠这些都没用 它一挡 这都有眼 打也行 你一打 它一冲 是个接不归 所以它一跳 是近活 所以白棋不能点 那白棋要是先飞一个 再点怎么样 让你这步打不成 想法呢 也是不错的 但是说呢 它呢 可以把这个吃掉 那你现在再吃这个呢 它把这个提了 这个你进不去 那黑棋呢 还是活了 所以它把这个吃掉 你不能打 你打它打 你体力打 是个接不归 当然你也不能尝 你尝的时候 它再接 挡更好一些 你这边呢 没用 这边是连不回去 你打这个 它可以冲 你提了一打 那是个接不归 提了一吃 是个接不归 所以这边跟这边都不行 所以先飞一下 再点 或者单点都不行 它那都是有个火 再点 跟飞完 再点 那都不行 都不行呢 小飞 它也靠 这个气不行 你退 它退 这样呢 也活了 所以基于这几种考虑呢 白棋发现 我原来打一个是可以的 虽然点的感觉不错 也打一个是可以的 你打一个呢 它如果接住 再打飞 这回黑棋死了 因为黑棋虎的话 就小心 眼位不够 爬就挡 一弯一点 是个直三 这样是死棋 因为大飞完 单肩 它一坐 这时候就后悔 这下没打着 所以这起单打 单打呢 黑棋一看 肯定不能接 但是也不能被它提掉 走这个被它一提 眼位不够 所以你即使你打的时候 它还是得做这个 打而还意 那这树不要提 提呢 大部分树都是坏棋 不要提 也不要走这些 这些它一呼 就静活了 显然的要点是在这儿 这不是个要点 因为你走别的 这样就活了 这一只眼 这是半只眼 这是半只眼 因为它一爬一弯 就活了 所以虎这个 这个形状 显然是这一步要点 接下来看 黑棋该怎么下 那么黑棋呢 肯定要阻断了 看来是只有挡这一步 走这些呢 都不行 因为你走这个呢 它挡这个 你走这个 它要是挡这个 你可以接 这样静活了 但是走这个呢 它可以打吃 它打这个 你如果接 它一挡 这样是静死 这样是静死 只有一只眼 你如果把它吃进来 它就提掉 打都没用 打就都接上 反正你接这个 它这时候再挡这个 这里边是个刀把舞 这样黑棋就静死了 所以靠呀 这些看来是都不行 这样是静死 跳也不大行 你跳的话 它又冲 你不能接 接的是个刀把舞 给它一挡就死了 你如果不接 来做眼 爬着做这个眼 白棋有个冲 你挡不住 挡完一打 它逃了 你就只有一只眼 所以这样都是不行的 点 它只有挡住 挡住呢 它不能走这个 它走这个 你这回弯这个 尖这个都活了 因为它要吃 你就只有走这个 你接 它如果接住 这是个栓活 这样就静活了 所以说呢 你挡这个 挡这个呢 它就尖 它尖这个 注意呢 不能接 你接呢 它一小尖 这样就静死了 你这儿要爬过 这儿要挡 这样就静死了 所以黑棋呢 不能接 也不能呢 尖这个 因为尖这个的话呢 它会断 它不会挡这个 挡给你一接是双活 但是你接这个 它会断 你呢 只有爬 你爬它挡 这时候发现 立不下去 你立下去呢 它从这儿打 它不要提这个 打而还一 它从这儿打 接不住了 这样它就静死了 这是要注意地方 这个不要随手去提 打而还一 这样黑棋就静死了 所以呢 基于这几点 它一接 那黑棋呢 在这边 哪步都不能下 不能接 接给它一尖死了 不能尖 给它一断 静死 注意不要提 提完之后 提完之后 就有这个尖了 因为你再断 它爬完一粒 你打它接住 这样就差一气了 这样它就静活了 所以黑棋在这边 不能走 你就只能爬 它挡住 来做 做这只眼 那现在白棋呢 如果断 它一团 这样呢 它就静活了 这样是静活 因为呢 现在这个打不进去 你如果收气 它打 这只眼 因为提示先手呢 这只眼在 这只眼在 它就活了 所以这样不行 这样它有好几种 打劫方法 一个是肩 你只有挡住 它一断 你打它打 你打 这样就打劫了 是个打劫活 它呢 好一些的呢 它可以翻 你也只有挡住 它再断 你现在收气 这个呢 比刚才好 你只有收气 它就提 你再提过来 那它一打 你打 这样它一提 这样就成了打劫活了 黑棋提的白气点 这也就是这道 也是这道题的正解 黑棋呢 是个打劫活 好 今天这一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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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